現在我們全國的民眾都在瘋狂的排那個快篩 那王醫師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那問題是出在哪邊 這個快篩基本上快篩的問題主要是出現太大的定位 快篩本身是個醫療用品 醫療用品就是醫療用 結果它定位在公共衛生的用品、防疫用品 好像每個人都要用 所以一個醫療用品定義在防疫上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看每個人都要買的話 一個醫療用品一定會給你買光光 所以現在這個快篩之所以會叫成那個瘋狂 最主要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你定位定的錯 那你如果定位在醫療用品的話 在醫院賣,醫院賣怎麼會瘋狂呢 有需要人再來再來做就好了 那現在大家把它變成一個快篩 變成一個時髦的用品 那你快篩了沒?我快篩了沒? 就這樣子來問了 變成這個樣子的東西 這個樣子搶的話 你看再多的量都搶不夠了 我們知道在台灣 在以前也出現過一個事情 就是狂犬病 你在台灣有多少狂犬病病人 沒幾個嘛對不對 你自己想想看兩三個而已 可是台灣竟然能夠把全世界的狂犬疫苗用光 你看看恐懼成這樣子的程度 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真的是要小心 不要把它定位定錯了 定錯了以後 全世界的量給台灣恐怕都不夠用 疫情爆發到現在 政府目前卻是不斷地放寬隔離的政策 醫院做PCR的人籠塞爆了急診 醫療的量能跟不上 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這個PCR台灣是真的很奇怪 台灣一直都沒有去發展PCR 因為台灣那些防疫人員 基本上就是有點是 跟我們這個防疫的原則有點相違背 它強調是防護 其實防護不對的 在微道傳染病裡面強調的是診斷 你把這個病人診斷出來以後 診斷出來以後 把它關起來 或者把它這個防護起來 基本上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所以它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是一個所謂的診斷 所以原則上來講的話 它應該要很強調診斷 結果我們台灣從開始就不強調診斷 那PCR這個東西啊 是在國外都已經發行了很久的 而且它沒有量能喔 PCR沒有量能 你看中國大陸 每次一塞就塞了一千萬 台灣兩年發展的結果 塞出十九萬到二十萬人而已 哇他開玩笑啊 你看那個量能差那麼多 它可以一天內又塞了一千萬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 因為PCR它沒有量 沒有量能的問題 你只要動員人力 有足夠的人去做 因為它那個都是原料 柿子也是電腦自己合成的 那這些原料一出來以後 原料出來以後 自己醫院就可以合成 你要做多大量 你看台灣就是 痛恨這個篩查 痛恨到這種程度 你彰化腺衛生局在做篩查 還會被它 還會被它 用行政處分去處分下去 所以這個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PCR一直沒有發展出來 那現在的話 我們又把PCR 限制在醫院才能做 現在醫院才能做 國外PCR也沒有在醫院做啊 外面就可以做啊 對不對 你隨便找個地方 就能做 它把它都塞在我們的急診室去做 那量也搭不起來 那人一多的時候 疫情一嚴重 人一多 這糟糕了 整個的這個就塞爆了 所以我們當初要發展這個快塞的原因 也就是要把這個PCR取代掉 看看能不能把它取代掉 讓它不要這樣子塞爆 我們這個醫院 可是現在你看看 PCR跟快塞都出來了 有解決問題嗎 沒有解決問題 沒有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主要就是PCR 真的是應該要 當初早點發展出來的話 也不會有這樣用塞 也不必用快塞去做取代的工作 然後把它簡化 不要讓它放在我們這個 這個醫療院所裡面做 放在醫療院所之外 就不會造成醫療院所用塞 其實我們這個醫療院所 其實根本就不會用塞 原則上來講 我們現在病床控的一塌糊塗 那只有在急診篩查的部分 那才會有問題 所以這個快塞 真的是定位定位錯了以後 真的是有時候很麻煩的 而且你怎麼看快塞 氧視童確診這個偵測 會不會有回應性很高 然後被誤診 那個誤判的 我們這個快塞是這樣子 快塞台灣 一直都沒有核准 一直都沒有核准 到最近才核准 主要就是他們在評估 這個快塞 能不能夠取代PCR 那最近核准的原因 也就是因為它快塞 可以取代PCR 所以快塞等於PCR 這個是在學理上 老頭都確認 而且在我們這個 在醫療行政上面 也已經確認它快塞等於PCR 結果它這個確認以後 它沒有在法律上給它做確認 它把它定義在家用 家用的時候 你在家裡面用 用了以後怎麼辦 這個用了以後 這個誰承認你啊 對不對 那本來它是用來 快塞是用來取代PCR的 那你在醫院用就好了 在醫院用 醫院用的話 PCR的人籠就排掉了 快塞一樣有人籠 可是快塞簡單多了 因為快塞不要自己做啊 我只要一個醫護同仁看著你 你挖鼻孔 我十個人一起挖鼻孔都可以 對不對 我一百個人一起挖鼻孔都可以 挖了我只要在我的牧師下 確認了以後 我這就有法律未接了嘛 那這樣子就能夠完全取代它 完全取代它 結果你看它把那個快塞 定位定位錯了以後 那它做了快塞以後 還要去做PCR確認 它才能拿到這個隔離通知單 那才能拿到這個健保 那個那個那個 才能夠住院 或者才能夠進行居家隔離 或者才能夠進行什麼 那個什麼保險的給付啊 所以這些問題 都是要賦予快塞法律未接才有辦法 你光光進個快塞 沒有給它法律未接 那搞什麼鬼啊 那這個當作玩具而已嘛 所以說你看看 現在我們變成說 做過快塞的人陽性 還要到醫院去做PCR 那人籠原來我們就要解決它的人籠的嘛 這個人籠就增加了一倍 增加一倍 所以為什麼現在醫療院所 這個急這個鑰匙就是這樣子 一定要快塞 趕快給它認同PCR才有辦法 那可是現在 現在中央已經認同了 中央已經認同了快塞PCR 但是問題是現在 就是個PCR的法律未接比較難解決 因為你把它定義在 在家裡可以用嘛 那家裡會用 你家裡用的時候 你怎麼樣取得它的法律 法律未接呢 所以你假如放在醫院用的話 那醫院當然就可以取得法律未接啦 因為醫院就是執行醫療法的一個法人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的 所以原則上來講 這個東西要趕快把它定位定清楚以後 我們這個PCR進來的這個良益 才能夠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 是 那台灣快塞技啊 從數量的不足啊 到價格還有到進口商都引起不少的爭議啊 王醫師你怎麼看 這個價格也是跟定位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現在有中央流行儀指揮中心成立期間 那我們這個快塞技 被把它當作一個防疫用品 那防疫用品的話 我們中央流行儀指揮中心可以徵用 所以你看它現在用徵用的方式 那徵用的方式 它的價錢是怎麼弄的 合價 我合價 那我怎麼合你這個價錢 你這個廠商跟我配合得好 我就合你高一點 他可以有這個權利的 這個都在權利範圍內 他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個價格的空間就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把這個東西定義在我們的醫療用品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的醫療合價是誰的合價 是健保在合價 我們台灣健保 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一個健保 那健保的話 我們台灣人能夠用到新的藥物 新的衣材都能夠拿到幾乎全世界最低價 為什麼 因為健保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合價功能 他把全世界所有的價錢 同產品的價錢全部列出來 列出來以後 我這個列出後面的倒數前三名 這個倒數前三名給它做平均價 就是台灣的合價 他也不拿最低 但是他已經拿到全世界的極低價錢 所以我們怎麼台灣的這個價錢 怎麼會比別的其他國家高 不可能只會比別的國家低而已 只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羨慕 不會讓其他的國家來指責我們 所以原則上來講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個定位的問題 你看這個定位問題影響多大 它定位在防疫用品 中間流行醫治為中間合價 定位在醫療用品 健保合價 健保合價就能夠為老百姓謀得福利 這樣來做的 所以你看看差好多 當現在世界各國的疫情都逐步退燒 那台灣最近爆生的確診人數 已把自己推向世界 昨天單日就四萬多人 已經變超越所有國家名列世界第一了 王醫師你怎麼看 我想這個世界第一 可能還會維持一段很長的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是用一個緩降的方式來做 我們知道這個病毒啊 來了台灣以後 他不會走的 他不會走的 他要什麼時候走呢 很簡單 這個台灣住滿了 他就走了 所以這叫做群體免疫 那群體免疫的話 我們不是打了疫苗嗎 很抱歉 以前那個疫苗 不管指揮東京再講什麼三劑四劑 你一劑兩劑三劑四劑 都沒有辦法達到他的群體免疫 他佔群體免疫的佔比是很低的 我們真正要達到群體免疫 要打Omicron的疫苗 可是Omicron疫苗沒有 沒有Omicron的疫苗 沒有Omicron疫苗 我們就直接去感染他 因為Omicron病毒 本身就是一個減毒的病毒 那我們疫苗也是減毒的病毒啊 兩個一樣 所以只有去得到Omicron以後 才能夠這個疫情才會降下來 我們知道韓國就很漂亮 他在疫情已經稍稍失控的時候 他就整個把它放掉 這一放掉以後 我們讓韓國人能夠達到很快的 全部都感染到 基地免疫就得到了 他這個疫情就整個下來了 日本就是又在防又在放 結果呢 他達到高峰以後下來 還在死殘亂打十五個月 所以你看這個東西啊 緩放是絕對有問題的 台灣有沒有這個奏放的一個條件呢 有台灣的醫療量能跟我們的工衛量能 都絕對綽綽有餘 可以讓你可以讓你奏放的 所以不用擔心 你只要一奏放下去的話 台灣在很短時間內 大概一兩個禮拜 把所有的病例全部都達到了 達到以後 我們群體免疫得到了以後 Omicron就走掉 Omicron走掉 所以這就是好事情啊 我們現在就是 死殘亂打他 他一定要到六月三十號以後 到七月份他要才開始放 那現在又放又縮的 這兩個在那邊打架 這個疫情就是 丘陵式的這樣起伏 這個是最糟糕的情況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這個丘陵 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一了 這個丘陵還會繼續走下去 維持多久 維持多久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要達到群體免疫嘛 他才會走嘛 對不對 這個病毒才會下來嘛 那群體免疫 就要主要看我們老的疫苗的佔比 佔多少 我估計這個佔比啊 佔得很差 所以原則上來講 這個病毒啊 我估計可能感染到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以後才會降下來 才會真正正正走下去 因為如果這個 我們那個以前的疫苗 三劑或四劑疫苗 或者是一二劑疫苗 佔的比例是高的話 那可能我這個病毒 感染到二十三十% 就可以解決了 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他感染的 這個佔的比例 他這個疫苗的反應 對Omicron的反應 是比較低 比較差的 他的群體免疫的佔比 就低了以後 我估計這個時間會拖得很長 所以台灣真的是 真的是受苦受難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可能要很長一段時間 都居於世界第一的一個位置 那如果揍放下去的話 可能很快 就能夠達到這個解決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 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 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阿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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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嬌